但是没想到小楼游东风中的袁逸宽将西装三念套加深的中共秦宫高臣 塑造成新一代时尚感始祖的迭偶男神 任一众迷媚纷纷败倒在民国行男的行身易重之下 无论是动不动就深情凝望 验藏爱意的高臣 还是偶尔耍流氓 臂东强门 瞧解危机的高臣 又或者情侦至今却又碍于身份抗拒纠结的高臣 都被演艺宽精湛的演技和深邃的演技全是到位 引得迷媚们疯狂对之打扣 好想要高科长这样的男朋友 小楼游东风是由北京天星艺员影视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吴家台 王一钦直到林毅宽宋义 朱子肖 游安莲 李心聪 李影主演的年代敌战局 上海名媛吕韩芝因父亲被汉奸杀害 家道中落 从此走上了抗战的道路 因缘际会 与吕韩芝命运紧密相连的两个男人 却分别属于两大敌对阵营 表面上为汉奸做事的高臣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的情报人员 表面上抗日处金的韩寿民 虽然曾是国民党军程优秀特工 但逐步被光伪特务组织设计陷害 走上叛变投底的不归路 这三人的情感关系 在抗战的时代背景下 充满变数 与吕韩芝徘徊在中共和军统的两大谍报高手之间 逐步从不按时事的名媛成长为一名出色的谍报人员 与吕韩芝身处汪伪 于抗日势力的血腥火杀之中 不说迷离的人物身份 生死相活的卧底生涯 使得他在残酷的斗争中已经波折 逐步成熟 最终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 袁安芝找到了自己的信仰 成为了一名周璇瑜 上海上庭社会中 中共优秀情报人员 电视剧《小楼有东风》 不是小说改编的 而是由编剧原创的剧本 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小说结局 不过《小楼有东风》 以二男一女的三角恋情 推动聚集情节的发展 宋毅饰演的女主吕韩芝 林毅宽饰演男主高臣 而朱自销则饰演男儿韩寿民 吕韩芝因父亲被汉奸杀害 嫁到中落 从此走上了抗战的道路 吕韩芝本是上海名媛 父亲却意外遭到汉奸自杀身亡 并被冠上汉奸的罪名 自此加到中落 但好在还有好多